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金话筒拿过吧 当然了 我跟你说 我给你吹牛了 我拿过中国新闻奖 一等奖 那不是主持人的奖 是作者 作者 中国新闻奖 一等奖啊 我是 你知道吗 相当于中国的普利策奖 一等奖 是采访的吗 我自编 自导 自主持 然后自己做了点奖 那你花了多少钱呢 一分钱没花 交口称赞 认为开拓中国广播史新纪元 这都是当时评委们说的 不是 是当年我在广东电台 我做的电台节目 叫你好南极人 我跟那个中国南极考察 我跟李商科怎么认识的 当时我通过广州海岸电台的那个电台 通过电台 那个时候还没什么call in的 还很少吧 刚开始 跟那个中秋节晚上跟中国长城站 这个考察站 那个和他们北京就国内的家属 直接连线这个通话 我一直知道他这个嬉皮笑脸的背后 其实藏着一颗严肃新闻人的心 那个节目不严肃 那个节目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说 他还不严肃 你知道吗 而且长得非常真实意 因为以前文韬在香港某个传媒机构 本地的机构工作过 所以有些朋友以前跟他共事过 每个人都说他口才好得不得了 我记得有人这样形容 他说假如斗文韬跟你说 他去过月球 你也会相信的 我说对 你是夸我呢 他是真的这样讲 我跟他讲 你不知道他真的去过月球了 对 所以说呢 就是最近被骂的比较多 也需要夸一夸 综合综合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上点岁数的 也有我们活着的理由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是小鲜肉 当然了 这个按照咱们现在都学习政治正确 按照政治正确来说 小鲜肉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歧视 对吧 对 人家连英语都有这个词了 叫做这个little fresh meat 真的有 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有这个小鲜肉 可是你知道政治正确是怎么样的一种 让我觉得那个就是很虚伪的东西吗 就他就是一种啊 把就是这么回事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那么说 明白吗 比如说 这当年冯小刚导演也说的嘛 说当然他找了一个小鲜肉演细 两个 都说你们不要说人家是小鲜肉 这里边有一种男色 就是说人家男人 人家靠演技好吗 靠你把人家变成一个肉 你说女色说了那么多年了 现在搞男色政治正确真是 对啊 所以我就说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跟你说 今天的时代 我现在过去的时代啊 是老年人的威权 你发现吗 今天这个时代 我现在感觉到 咱们这个中老年呢 惹不起孩子们了 真的就跟父母对孩子态度一样 我现在发现我这个岁数的人呢 哎 惹不起我躲得起 就这个对于这个小孩们呢 你就躲着他 因为不是说谁正确谁错误 你把分析 你说哎 就像有人说这个李皮 现在你知道吗 李皮公开了 中国足球的国家足球队 李皮公开战术设计 说招陆寒加入国足 是吧 说国足的问题 主要在于球迷没耐心 是吧 哎 那么这个比赛中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时 他们就开始倒戈 输球后球迷就全网骂 给球员造成巨大的压力 所以有人出主意了 而招陆寒加入国足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 有着娱乐圈 C罗之称的陆寒 本身就有着不错的球技 因为陆寒会踢球 对吧 然后呢 陆寒在队内 国足就算输了球 陆寒的粉丝 也可以在赛后 立即控制网络舆论走向 与不文明不理智的球迷做斗争 让国足球员减轻挨骂压力 李皮称 国足这次能不能冲进世界杯 就看陆寒的了 问题是有个陆寒 应该就不用理皮了 对对对 就你知道吗 你现在连这个话题 不敢随便谈 因为我也怕 谈了 他们那些粉丝们 那些孩子们太多了 他们能攻击一下 就把你给弄的吧 你还怕这个吗 这叫流量 人家现在这叫流 他对 正确的叫法 不叫小鲜肉 叫流量小生 他有流量 你现在你不是也是吗 你怕被人骂吗 有流量就好吗 我告诉你 我要纠正你的态度 不够积极 像我中老林 有没有 我就积极 流量小生是吗 我们是流量老师 流氓老师 我们可以动员起来 我现在组一个中老林联盟 欢迎铁表加入缴费 然后我们那个也可以流量 现在我的微博 有些小鲜肉 什么流量小生 怎么来骂我 他的粉丝们 我一生号令 我在中老林联盟的公陈 中老年的那个 中老年的听他的口音 不叫流量 叫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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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了 漏了 跑跑地漏 没关系 我们中老林漏漏漏都把他撂死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这帮孩子我躲你们远点 对吧 因此呢 我也不敢得罪他 因此呢 我就说这是义军的朋友圈的一个文章 我为了引起 当然这是个对中国电影很重要 很值得议论的话题 是吧 他们的粉丝们 你们要明白 我念这个 我只是个播音员 不表示我同意 这篇文章 主要都是我出的主意 天呐 我今天在这里是党剑牌 我是党剑牌 请我给你播报了 秋天刚到 大陆娱乐圈又沸腾了一把 这次不是谁婚内劈腿 或者谁借色上位 而是百花奖 把最佳男配奖奖 颁给了李一峰 然后呢 李一峰是个29岁的男明星了 当夜便有影评人怒骂 你在逗我 媒体迅速跟进 揭发刷票买奖的黑幕 评委们发帖 声称组委会操纵结果 然后呢 这个评委们就是说 这个锅我们不背 我们不背 好像跟评委们 又有点不满意 对吧 然后在大陆知名的 问答网站知乎上 针对如何看待李一峰 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 一问得票最高的答案 有1529人赞同 这个得票最高的答案 是什么呢 他们引用 大陆影坛耻辱的一页 百花奖信誉破产的一页 另一方面 人们在为跟李一峰 角逐同一奖项的那些演技派 叫区 他们包括 18岁就获得 威尼斯影帝的 金马影帝的下雨 然后呢 曾经获得过金鸡奖 最佳男配 和中国话剧金师奖的张艺 以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帝 段毅宏 相比之下 李一峰此前从未获得过任何电影类的奖项 甚至连提名都没有过 那么有些人 有些人认为李一峰的演技呢 平平 对吧 说其他流量小声交出的成绩单 也大致相似 他的话极紧向了这里 另一方面 如潮的质疑 涌向了小鲜肉背后的影视资本运作 正如知乎上那个高票答案所言 以前不过是片子烂 宣发好 有明星带动的粉丝电影就好 剧本院线导演演员 集体跪舔粉丝 这个至少是大家不敢说出去的事实 我也不敢说 我念的 现在是名演员给面摊做绿印 奖项跪舔资方 电影不是因为演的好而卖座 而是因为粉丝量大 如今连一项自诩清高的评奖准则 都向小鲜肉倾斜了 这曾经是娱乐圈 最后一块没有被征服的领地 就此宣告那个沦陷 然后呢 这还不是悲剧的全部 你注意乙军怎么说 乙军也用了 我不同意 我见过李一峰 我对他印象不错 对吧 我也很想见一见 对对对 你们不要搞我 对吧 我说我只是念啊 就在李一峰接过讲座和证书的时候 大陆电影观众刚刚送走了 九年来最冷的一个暑期党 你说今年中国电影市场 别做梦了 自2012年以来 这个全年最热的暑期党 首次出现票房负增长 是的 多年被封为全球第一大潜力票仓的 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停滞 八年翻了十一倍的票房 高速增长神话在破灭 对其缘由 众说纷纭 但有一点是人们公认的 有一个新闻标题 已经显出了端倪 他下面引用这个新闻标题 叫鲜肉难扛票房 口碑普遍低迷 你看他们这些观点 对吧 对 因为秋天不是刚过了吗 中秋节过了 鲜肉月饼也不好吗 没有没有 他这个 对他主要是想 他里面其中还讲到一个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他就说啊 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呢 当然也有小鲜肉 那个 那个Justin Bieber那些人 出来的时候也是小鲜肉啊 就他们有他们的那条路走 他有他的这个粉丝 他有他的票房 但是呢 他真正那个去奥斯卡那些奖项 他没法跟那些 我们熟知的那些 就是这个影帝级的 这个老腊肉来比 他们就觉得 这个是不公平的 说你拿很 你拿很多的票房 你有这个粉丝 都这个都没问题 这个是这个是市场的口味 这个都行 但是你不要来 拿什么经济百花 他认为是还是很 很很传统的这种奖项 以实力来证明的奖项 他是想把这个东西来 那个区隔开 区隔有个推论嘛 我不熟内地的奖项 可是我听他提到说 用票房作为一个指标啊 他说小鲜肉难以扛 因为什么 小鲜肉说鲜肉难扛 票房口碑 因为我想到说 因为今年暑假 什么票房低迷 相对以前负增长 那是因为大家 没有那么夸张的 去做假仗而已嘛 不是吗 不是票房打假吗 我猜了 我猜了 那因为负增长 因为大家怕了 可能打假了 把稍微接近 真实的票房呈现 那当然就比以前低嘛 那这个指标 那么不确定的时候 不能把这个怪罪于小鲜肉嘛 你说的我深有同感 我现在觉得就是我搞这行啊 实际上搞到最后啊 是个迷茫 就是说因为有一件最根本的问题 使得一切讨论都没有了意义 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 有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甚至别人拿出数据来 拿出GDP来 拿出票房来 给你总结一个规律 可是对不起 你的数据可能是假的 所以你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 一个社会里面 你才能更多的接近正向 你就像现在 就是这个美国大选 他们也在做这个 就是fact check嘛 谁说谎话 那他查谎话的那个 可能也不是那么真 但他不断有人在查 不断有人在查 那你充分竞争的话 总是大家能够 接近某一个真实的东西 咱们现在要去的是 今天这个社会 唯一真实的东西 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就是我记得早年间 我听我们老板 还是煞有介事的说 说这还是以后咱们管理 不能太粗放了 我要数据化的管理 对吧 好像这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 可是在今天 我怎么现在觉得 就说你看咱们中国人 过去老说 就说什么什么 把什么当娼妓 就是说好像什么 这个社会聊天的人 他可以把任何东西 像娼妓一样 随便的扭曲 随便的讲理 怎么讲都有理 比如说前两年 我到处听见 这帮电影界的人跟我讲 打IP 是吧 甚至连什么编剧都不用了 什么你们这个全老观太阳子过时了 一演戏有没有吴亦凡呢 对吧 有没有陆寒呢 有没有小先生 留小先生我就投资 对吧 就夸夸夸 就根本电影就不是艺术家们干出来的 你们艺术家嗷了早都 我听见就数据说话吧 可是你看 今天这篇文章一出来 中国电影现在票房低迷 对吧 大跃进好像要夭折的感觉 那我昨天又看到一个调查报告 能分析大数据能分析到 就是说 到底这个鲜肉 真的带来了多少票房号召力 他的计算方法可以非常复杂 我也看不懂 但是我看到的结果就是 他同样能给你算出来 你们以为 某个不会拍片子的导演 某个不会演戏的青春偶像 这个票房的号召力 其中有几成是他的 他能算得出来 他占的份额很少 也就是说他今天又可以拿着他的调查报告 跟投资人说你们都被忽悠了 小鲜肉没有那么大的票房号召力 都是数据 数据就像我们刚讨论的 数据本来就不确定 数据一直以来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不确定 前一阵子的票房打假 就知道 原来乱七八糟 有人整理了125招 把票房做起来的 那你怎么相信呢 那最后就回到我们以前说过 木星啊 那个作家拉剧名言嘛 这是一个骗子 骗骗子的年代 骗子 大家骗子啊 你骗子弄一堆假数据 我来告诉你 来 这个有效 然后你也可以 把拿来另外一堆 甚至同样的数据来说 没有效 而且 所以 所以 那个 就像 骗子太多了 傻子不够用 你不是说演戏的是骗子 观众是傻子吗 但那种人家说的是很浪漫的一种 对吧 讲这个戏本身 它就是个骗来骗去的一种艺术 但是 但是我想讲 就是说 为什么西方这个 这个老腊肉是有市场的 为什么在中国 大家都觉得 怎么这个老腊肉 现在这个实力派 没有市场 其实我 我自己的感觉 还不是说 是中国的口味的问题 中国市场的问题 是中文的问题 其实是 中文 是中文语言的问题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是西方的一部电影 比如说美国吧 它美国本土市场以外 它的国际市场很大 它英语的片子 可以全世界卖 像乌迪伦的片子 就是 它如果光是在美国东岸卖 能卖几个钱呀 它全世界的中产阶级 这个知识分子 都可以去消费它的片子 所以 它虽然是在本土是一个 相对来说 是一块小的市场 但是在全世界这个摊子里面 它就大了 那么 中国中文的市场 是一个 就是华语市场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它的不均等 就大陆这一头 占得太大了 就基本上90% 你都是大陆吧 香港 台湾 什么海外华人 这个就其实是 很小的一块东西 而且呢 很好玩的是 这个英语市场的口 就是品味口味啊 很多时候 它某一个阶层人 是差不多的吧 华语的市场呢 大陆的和香港 台湾 海外 非常的不一样 就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一部在中国大陆 特别卖座的片子 其实拍的也不错的片子 你在香港台湾 很有可能是卖不出去的 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的梗啊 什么这些 都完全不同 是 所以呢 那么你拍片子人 你要有市场吧 你就得先考虑 大陆的口味 对不对 那么你大陆的口味的话 你就得照顾这些 谁来看啊 有没有这个小鲜肉 那你反过来说 我想拍一个艺术片 我台湾或者是哪里 我就给那就是特别牛的一个一个小一个小艺术片 那对不起 你回来大陆市场 它就是就是卖不出去 所以你是这个语言的问题 你无法和你很难就是 就是做到一步在全世界华语范围内又叫做 然后又有质量 又能够卖得出去的片子特别少 除非你像李安 李安就超越了这个中华语口味了 你超越华语口味 你拍一个其实是有世界观的东西的 那就是市场规模的 华语就是很难造成说 就是说中文也好华语 很难变成大家所有的人都可以看 如果你这个市场 你别看中国人多 13亿人真的全部能够去消费同样的华语产品 那我相信它就会出来不一样的 有小鲜肉 有老纳肉 什么都有了 他就可以去存活 当我们理解市场规模的时候 我们一定想到 我们经常说好莱坞帝国 我们用帝国来形容它 帝国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老大 老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管他做什么 他讲什么 基本上是对的 他有他的位置 我们要去理解老大这句话 等于是那句老话说 你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就得服从 对 你就跟着嘛 所以他出来一个 不管是好莱坞的小鲜肉电影 老大肉电影 我们首先就把它认定 可以看的 我们看不懂 不懂心想是我们的问题 还有还隐含一个东西 老辣肉 华人老辣肉 在其他观众 地区观众 看起来很丑 可是 这算华人观众 看老辣肉也不喜欢 可是我们看洋人的 白人的老辣肉 我们看得很高兴 我们不是讨论过 那个飞机的电影吗 Tom Hanks 老辣肉了 对我就是这个粉 你认为今天的90后观众 他们也喜欢看汤姆汉克斯 他们知道是谁吗 我觉得少 我觉得可能少 他们喜欢 所以他为什么能有市场 就是因为他卖到全世界 像我们这样的人也都在消费 他如果只在美国 他可能也被淘汰了 所以为什么 不好意思 像在西方那些默契的都来 都来中国市场 华语片拍好了 也可以用字幕行销全世界 但问题是你的趣味 是中国大陆的趣味 它就是难走到全世界 那为什么美国的那个趣味 就能走到全世界呢 我一直说 帝国嘛 我刚才说帝国嘛 帝国主义 他的语言对你的教育 是常年的了 对没错 ideology 意识形态嘛 像我们说帝国不仅是说 我有强大的军队 是说他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合法的 所谓合法是合理的 好的 有个地位 所以我就觉得 就说中国电影 甭吹牛了 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看了一个 印度电影 宝莱乌 对 宝莱乌 叫什么猴神 你知道吗 猴神 哈努曼 当天孙悟空的原型 一个喜剧片 我跟你说 当然可能有些朋友 不喜欢这种感情过分 澎湃的这种电影 对吧 但是至少对于我的观影体验 哭哭笑笑 笑我是真心的被逗乐 幽默 而且是印度式的幽默 这真叫文化输出 我觉得中国电影 到现在没有一部 能够跟它比的 要叫我极端的看法 就是说它那么娱乐 是个商业的 但是我就觉得真是能看得出来 宝莱乌的工业水平 绝不低于 我说绝不低于中国的工业水平 印度的普通话是什么呢 英语 对 而且什么叫文化输出 它歌舞 印度还是歌舞 但是它怎么接通世界 它的歌舞 已经是现代的 是印度歌舞的传统 但是它用的是现代的节奏 现代的动作融入了 所以它一样可以是 让全世界的人受到这种鼓舞 我就觉得 当时我就看到这种 我就想到 我就说中国人就奔着挣钱 不知道谦虚 就是说 你的电影 弄了几百亿的票房 你知道吧 你出来了 你这几年出来了 些什么片子 别忘记 保莱坞还有两个字很重要 四个字吧 创作自由 创作自由 你说它可以引用 capital资本 科技 还有它容许 你 那个去自由的创作 你还甭说 我就在那个 猴神的这个片子里 我没看到什么中国政策 不让播的内容 不是 那有时候 那个政策是这样回事 它除了某个部分 不给你讲 你以为说 没关系 那我不讲那个部分就好了 我讲其他就好了 对不起 不是那么简单 当你很明显知道 某些政策 不准你讲 这个部分的时候 既然在你心里 你连政策 没有不准的部分 你都自己收敛起来 不敢去探索 不敢去探讨 所以当有不准你讲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影响不仅是那个部分 是全体的部分 我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以君是要看看小鲜肉 对吧 对啊 又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了 你都红了 我现在尊重你们的立场 真的就是说女性观众 其实咱们刚才还没谈这么一个角度 这个很多人把这个 这种所谓男色的消费的这个现象 就是归结为妇女的这个独立 经济地位上升 思想意识的这个上升 跟这个绝对有关系 我跟你说 现在女的 我们呢 得服务 你知道吧 70% 现在调查 70%的家庭消费 女人怎么控制世界 你知道吗 现在女人既在外卖工作 可是实际上控制家庭消费 70%是女人决定的 淘宝上买东西 70%是女的 就是这个经济啊 的车轮啊 但钱交个女人就对了 那个联合国有个调查 就一个美元给男的 马上就去赌钱了 就是大部分 一个美元交个女的 马上用于下一代教育 对 那你 钱得交给女人 你交给我 我绝对不会去赌 我是会交给另一个女人 然后咱们满满满满 满足 我以后要为女性观众而奋斗 你看 我还是 这些都已经是老辣肉了 当年的大陆娱乐圈 人家现在说四届小香药代表 郭开敏 陈宝国 欧阳奋强 马小伟 你再看 下一轮 1990年代的时候 这些是李亚鹏 李辰 耿乐 文卓 赵文卓 然后你再看 2000年代的时候是 陈坤 陆毅 刘业 邓超 然后再看 2010年代的 是胡亦凡 李亦峰 杨阳 陆寒 哎 这个 你看了吗 从日本其实最早的男明星 他们用牧村拓栽 做女人口红的广告 结果呢 平常几个月才卖50万 口红 牧村拓栽 这个两个月之内卖了300万 你们演用女 那个女模特 卖男人的内裤啊 一样的 你再看下边 所以就兴起这个风潮 你看这老干部 也是 她是女性系列的这个 这个美容嘛 化妆的用品 你看 你看 这都是女性的口红的 这种广告 哎 就说现在 哎 这个是这个美国一个名牌啊 知道没有 这个 这个女的在给这个男色 化红唇 是出了50个以男人 男明星的名字来命名的 那个唇膏 就是说你得不到他 你可以买他的名字 那个唇膏天天涂 一出来 我就买了几个 给我的女朋友们 知道他们喜欢谁 我就买了谁 不行 那其实他有一个词 叫做 那个 那个 Metro Sexual 就是指啊 其实90年代吧 好像从西方就来了 就是指成 就都会美男 就是我们人类的 这个审美 从过去 就是那个五大三粗的 那种保护者的样子 变成了 就是叫 都会型美男 都不是农民 也不干嘛 就不是秀 不是秀肌肉 男的也要去打扮 那还有个名字叫做 那个Mirror Man 就是男的也照镜子打扮 我们的审美观是偏向了 这种 这种样子的 城市里的都会美男 那么你 男 目前我觉得还不容易说是偏向 他是多了 对对对 还有你这款的 知识分子 多了这个空间 还有自由度 大家也敢表达 比方说女的也说 对啊 我爱看小鲜肉 什么什么 多了这个东西 可是你看比方说英美的影集 你看到有这些人物出来 可是通常是什么 是作为喜剧人物 或者说过度人物 他到最后的 你不管从整体来看 数量来看 还是看单一的影集里面 最讲权的 还是老大肉 还是到最后 还是打个领带 穿着西装的 这话从咱们嘴里说出来 说服力不太强 而且是讲广东 港普的老大肉 我觉得那个才是王道 我觉得应该让陆寒 他们引导一下 就说老拉肉